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马太福音七章七至十二节 你们要不断祈求 就会得到所祈求的 不断寻找 就会找到 不断敲门 门就会向你们打开 因为凡祈求的 就会得到 寻找的 就会找到 敲门的 就会为他开门 你们作父母的 如果孩子要一个饼 你会吸他们石头吗 孩子要一条鱼 你会吸他们蛇吗 当然不会 你们这些有罪的人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 给自己的孩子 更何况你们的天宦呢 他会把好东西 刺给那些向他祈求的人 你们希望别人 怎样对待你们 就要怎样对待别人 这就是律法和先知 教导中的精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需要什么 上帝应许 尋找就会找到 更何况你们的天宦呢 他会把好东西 刺给那些向他祈求的人 上帝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好的东西 但我们是不是知道 自己需要什么呢 有一位父亲 小时候因为家里贫穷 没有机会读书 一世只能做粗活维生 他期望儿子能出人头地 生活舒适一点 但是父亲不知道 他心底其实也希望儿子 为他完成受教育的心愿 在父亲的期待之下 儿子的成长岁月就只有读书 但是他并不是读书的材料 性格变得沉屈寡欢 不喜欢讲话 儿子心里面不满父亲 但他从来也不敢表达 在他去外地升学的时候 由于压力沉重 精神被受困扰 后来更加因为幻想癌症而离世 儿子在离开之前 也不能好好地和父亲坦诚沟通 父亲因此感到遗憾 这个父亲以为自己 给了儿子最好的东西 但是其实他不了解儿子的需要 最可惜的是 那个父亲也不知道自己的需要 好的东西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向上帝祈求而不蒙英文 可能我们向他求的是石头 是蛇 我们却不自知 上帝愿意我们认识自己真实的需要 以致凡祈求的就会得到 认识自己的需要 就更加可以认识别人的需要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楼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